9月30日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查哈尔都童署举行了修缮工程竣工接牌仪式 查尔都童署始建于清乾隆27年 即公元1762年 至今已有250余年的历史 是张家口市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关崖建筑 也是现存的清代在全国设置的三处都童署中的唯一一座建筑群 查尔都童署为清代一品雅鼠建筑规制 缘分中东西三路 总面积达万余平方米 现仅存中路主体建筑 走入查尔都童署 参观者有穿越时空之感 既感受到历史带来的厚重 又欣赏中国古代建筑的和谐之美 都童署大门两侧是一对威武如生的石狮子 威慑四方 院内卷棚悬山顶的建筑颇具特色 碑狼景观加之古柏参天 花圃土方 别是一番深幽清雅的境地 查尔都童署2012年7月开始修缮 历史两年多 今天正式揭牌 向市民展示全部功能 包括我们的陈列已经布局完毕 一共是四个金院 战地6650平米 包括清 民国 北洋 完了日韦时期 包括解放战争时期 它整体的展现了查尔各个时期的历史风貌 查尔都童署历史陈列展 以都童雅署作为载体媒介 围绕查尔都童设立的历史背景 管辖疆率 历代查尔都童 以及查尔的历史变迁 生动地再现了查尔的百年沧桑风云 使游客对这段历史和人物有进一步的了解 清乾隆26年的时候 清政府专门的设置了查尔都童 来管辖这查尔都童的属于武职的从一品 在清代的时候 经外的武官最高的就是从一品 他管辖张继口的满洲蒙古的驻防兵 截至宣化大同的总兵官 还有查尔巴奇的巴奇总管 还有两个副都统 整个巴奇的事务他就都管起来了 而且他监管着阿尔泰军台 还有张继口的侵差税务 户部税务署这些机构 1761年清政府设置查尔都童 一直到1952年查尔省建制裁册 一共是190年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里边 一共任命查尔省都童 署理都童 省主席就以这种身份入驻 这个查尔都童署的呢 一共是116位 历史上查尔都童署 曾作为军事政治重地 深刻影响张家孔 乃至全国 如今查尔都童署面貌焕然一新 他展示给世人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文化传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